介面的继承,刚刚是10座,现在是 介面的部分也可以继承 继承的部分的话,怎么样是继承介面 另外,介面还可以多重继承 所以这边的话,又稍微 稍微说一下,介面 这个继承的一些基本的要点 首先的话,这个地方 Java可以使用这个 介面继承的方法来扩充介面 特别重要,是扩充介面 也就是在介面里面,还是在扩充介面 增加介面的抽象方法 其实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方法 一般都是所谓的抽象方法 其宣告语法如下 就是这个介面名称 Essense,继承的介面名称 然后呢,额外的常数跟方法 那宣告介面继承其他介面的 所有的常数跟方法 也就是说我继承的这个介面 那这个介面里面的常数跟方法 那我也相对的我也继承了 所以其他的类别继承了它之后的话 那也要去实作那些方法 这部分观念都一样 那语法大概类似这样的 Interface is I-Sharp,Essense is I-Ary 所以这个地方 I-Sharp,这个地方它继承了它 所以这个Ary里面的这一个方法 它也要去 就是也扩充了这个I-Ary的方法 那这样如果 某个类别继承它的话 也要去实作 那这里的话 我们来取一个实义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刚刚的话也是跟刚刚那个类似 这个这个范例有点类似 一样是Interface I-Ary 那里面一样是有两个 一个是常数 一个是方法 那我再来就是说呢 另外一个Interface 它Extense什么呢 这地方记得是Extense Extense I-Ary 就是把这一方再继承进来的话 那里面它只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Permitor 就是继承 这个方法 主要是要计算周长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Extense它的话 那相对的话 我已经把 Pi跟Ary呢 怎么样呢 都继承过来了 所以呢 第一步的话就是 我这个1到11行的程式 做继承的练习 继承的练习 那I-Sharp里面的话 前面的继承码都一样 那因为我继承了它 所以我一定要实作哪一个 因为I-Sharp继承了I-Ary 所以一定要继承上面I-Ary 跟什么 I-Permitor 就是这个地方我要把这两个方法把它做一个实作 所以这里的话我必须实作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实作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的话 那就会产生错误 OK 基本上的话主要是 如果你实作 你要继承 你实作了这个I-Sharp 因为它也继承I-Ary 所以也要去实作这个I-Ary 这个地方 我想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 最后 组承式部分的话呢 就是利用C 因为我建立一个什么 这个New Cycle 建立一个这个 物件C 那C的话点Ary 也就是会呼叫到界面的方法 Ary 然后呢 在C点Permitor 这个周长的部分 大家可以把它秀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地方原面积会被bring的出去 然后呢 圆周长也会被bring的出去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执行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就会执行出来 就只有两行 一个圆面积 一个圆周长 OK 特别注意 那另外就是说 撰写程式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说你 implement这个iShot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没有实作底下 这两个方法 你会发现 在Equilibus 它有防 防呆 就是说它有怎么样的 防止你写错程式 所以呢 因为你implementiShot iShot它又继承了什么 Iori 所以会有两个 抽象的方法 这两个抽象方法 你都一定要实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 有implement它 但是没实作的话 在那个什么呢 在这个Equilibus里面 有没有 它有一个聪明的 争挫 就是说 你有 这个implement实作它 但是你没有实作里面的方法 它会怎么样 有没有放上去之后 它告诉你 你有implement的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把 方法给实作出来 所以你有没有放上去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出什么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 懒人 比如说因为 你的界面里面好多方法 那你要一个一个 通通去把它 这个 实作出来 要把它 那个方法key上去 也会 有时候会逗子掉 那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叫同学说 你又没有放上去 它会出现什么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两个方法 就打上去了 你只要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绿色的 这个注节的下方 注节的下方 它就实作出来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 这些方法 界面里面的方法 你到时候 忘了打也没关系 Equilibre会自动帮你产生 Equilibre是 有很多自动的功能 不过因为我们课程时间有限 我们没办法很完整的 跟各位做介绍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偷懒的方法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自动产生的程式码 有的时候 比你自己去key的 还不容易出错 所以在Equilibre里面 有很多的自动化功能 各位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自动帮我们把 这个void error你要实作 对不对 所以你成事码写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prementor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实作出来 否则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会产生错误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题试着完成 OK